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各大晶圆代工厂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 台积电一支独秀营收同比增长大于40% 遥遥领先行业平均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到70% 回顾历史,近期先进逻辑工艺的几个重大技术分叉点 台积电全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没有明显的错误 2018年前后开始风险生产的7nm节点 英特尔选择了DUV曝光机,因良率问题量产困难 台积电选择了切换到EUV曝光机,成本更低,良率更高 英特尔花了三年时间才解决了良率问题,但错过了市场窗口 台积电一举超越英特尔,取得了先进工艺的领先地位 2022年前后开始风险生产的3nm节点 三星选择切换到更先进的GAA电晶体 效能不及预期,又因良率问题量产困难 台积电选择了沿用FinFET架构,并借助材料和工艺创新 来提高效能和密度,率先进入量产 而三星的GAA工艺虽然在2022年第二季度就宣布开始量产 但2024年第一季度被曝光良率小于20% 至今仍在良率爬坡阶段苦苦挣扎 凭借3nm工艺,台积电在2024年狂来162亿美元 其3nm工艺占全年总营收的18% 到2025年第一季度这一比例更是攀升到22% 而三星,至今仍未赢得任何一家大客户青睐 市占率近乎为零 这一战,台积电的FinFET架构大获全胜 三星的GAA架构举步维艰 另据估算,台积电和三星 各自在3nm工艺节点的研发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 这场百亿级商业机会的角逐 胜负的天平早在2018年就已经向台积电倾斜 2018年5月 三星宣布将在3nm节点开始采用GAA电晶体 彼时,7nm工艺尚未量产 用于3nm的技术还处于早期预言阶段 IBM等晶圆厂对GAA电晶体的研发在2017年刚刚取得重大突破 展现出非常显著的效能提升潜力 而进一步提升 FinFET效能的关键技术也处于学术探讨阶段 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对3nm工艺的技术选行 都是在缺乏数据支撑的情况下 提前5年做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抉择 那么,为什么台积电每次都能在技术路线的插路口 选择正确的路线呢? 具体来看,台积电的工艺研发部门 搭建了一套数位孪生系统 在仿真环境中探索了海量的材料和工艺组合 逐一评估效能收益和良率风险 在这套量化评估系统的支撑下 台积电得以还没开战就赢麻 避免了孤注一掷的豪赌 在科技和商业竞争中接连获胜 这套数位孪生的核心便是EDA软体一个独特的分支 TCAD纺织软体 全称Technology Computer Aided Design 是半导体工艺和器件仿真软体 是全面的描述工艺和器件物理的研发工具软体 它将半导体制造工艺中的光照、石刻、曝光、离子注入、扩散、氧化、化学平坦化等步骤 以及电晶体物理特性背后需要考虑的量子约束、弹道疏运等高阶物理效应 总结成偏微分方程组 用数值方法纠结 借助TCAD产品 据国际半导体技术路线图ITRS数据 晶元厂可以通过数值仿真取代昂贵、费时的实验 缩短工艺研发周期30%以上 降低流片成本超50% 晶元厂也会利用TCAD对不同器件结构进行仿真优化 对电路效能及电缺陷等进行模拟 以此提高器件和电路的效能 在FinFET、GAA等先进工艺节点的研发中 TCAD对器件结构优化的贡献率超70% 可以说TCAD的应用水平 决定了晶元厂的工艺先进性和良率 它是晶元厂器件和工艺研发的核心软体 也是晶元厂制定晶片工艺规格书的必备工具 多年来全球TCAD仿真工具 主要被两家美国公司新思科技和SealVeco垄断 新思科技作为TCAD软体的全球龙头 专注于最先进的工艺节点 如5奈米、3奈米、2奈米、FinFET、GAA等复杂三维器件的模拟 是业界公认的黄金标准 SealVeco的TCAD在功率器件、Power Devices、化合物半导体 比GAN、SIC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总而言之 TCAD是连接工艺理论与生产实践 器件物理与电路设计的不可或缺的桥梁 它虽然不是生产线上直接制造晶片的机器 但却是驱动这些机器如何更好的工作的大脑 是现代半导体制造业的基石性工具 已发生的3奈米竞争中 TCAD已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战略胜负手 未来随着2奈米制成引入CFET互补厂效应管和CFET互补厂效应管 TCAD需解决三维抑制集成与量子效应偶合等新挑战 其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可以预见谁能更高效地利用TCAD优化工艺缩短研发周期 谁就能在先进制成的激烈竞争中占据先机 而据海外媒体报道 3奈米制成工艺量产已两年多的台积电 正在推进更先进的2奈米制成工艺的量产 台积电董事长兼执行长魏哲嘉 在近几个季度的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都是表示 在按计划推进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同此前的7奈米5奈米3奈米等制成工艺一样 台积电的2奈米制成工艺在量产之后也将有可观的产能 有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就提到 台积电的2奈米制成工艺将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晶圆厂 和高雄南紫园区的晶圆厂量产到今年年底 两个园区的月产能预计将达到4万5千片至5万片晶圆 而海外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到 在大规模量产之后 台积电2奈米制成工艺的产能后续还将提升 两个园区这一制成工艺的月产能 在明年将超过10万片晶圆 在月产能超过10万片晶圆之后 台积电2奈米制成工艺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就将得到提升 他们也就有能力承接更多客户的订单 对于台积电2奈米制成工艺的客户 有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提到 初期的客户包括苹果、AMD、博通、联发科、英特尔和高通 其中大客户苹果将获得近半数的产能 而三星等公司面对台积电如此恐怖的量产能力 还会重蹈覆辙吗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